九合一大选北北基陶都由国民党拿下 市府小内阁的布局引发关注 准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今天公布第四位小内阁名单 由今年角逐连任失利的市议员张渊祥 担任未来的民政处长 此外近期也传出了蒋万安和张善政 都有意挖脚新北市府的人马入小内阁 对此新北市长何友宜今天表示 市府团队会为服调整 等适当时机在对外报告 侯友宜动算 侯友宜动算 见到刚在九合一中连任成功的侯友宜 伤心依旧高喊动算 我们做好准备为2024市长们一起继续努力 制止侯友宜市长 站在一旁的前台北县副县长蔡家福 立功侯友宜2024拼总统大位 但侯市长还是那句侯侯做事 毕竟眼前还有小内阁成员尚未定案 近期更频传 准台北市长蒋万安 以及准桃源市长张善政 有意挖脚新北市府人马 国家的人才是被国家所用 我相信很多的地方都希望人才 大家一起来互相交流 我们新北市的内阁 也会不断的雷狐的做适度的调整 人才征询的作业一直在进行当中 只是周一长万安就要和柯市府 进入交接程序 在这之前人选势必得就定位 放言北台湾国民党即将执政县市 张善政传出已邀请前行政院副院长 杜子军担任副市长 还在等对方点头答应 而准基隆市长谢国良 丝毫也公布 邀请今年角逐连任失利的 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担任未来基隆市民政处长 非常荣幸 也必须很谦虚的 能够加入小爱爸爸市政团队 基隆市府第四位小内阁名单确定 而北北桃市府阵容是还没敲定 还在寻觅 还是先保密 留给外界 想象空间 将被皇城博新北市报道